师哥我失恋了 劝劝我 所有的人我给你一个建议 找一个镜子 可以是卫生间的 可以是个全身镜 然后看着自己 然后给自己两个大嘴巴子 然后告诉你自己 你值得更好的 现在所有的这些离开你的人 你终有一天要成为更好的自己 让他们后悔 你现在为这个女孩悲伤 你为她落泪 你根本对不起生你养你的父母 你只能证明你这个人太懦弱了 你在这个年纪 你就栽倒在一个 背叛你的女人的脚下 一个离你而去的人 一个视你如 是被胎也好 是粪土的人 你就这么跟自己说 如果你都走不出来 我只能够说 我的方法帮不到你 你明白吗 因为我是这么做的 我现在 我每一步我做的东西 我现在我有一个自信 我如果回去找我任何一任 曾经他离开我 他跟我分手的女朋友 只要他没结婚 因为这有一个道德问题 你知道吧 我都有信心 我能让他喜欢上午 为什么 因为我觉得我足够优秀 但我不可能 为什么 我老婆做的我不让你 他说是你不去洗澡 你在这干嘛呢 你不用等我 你先洗啊 你今天还试装 化完天妆 我不知道对您没帮助 我当年有一次经历的 就是我觉得 我靠 我完全接受不了 而且我发现了 那个女孩是 她跟我一个 不算非常好 但跟我是同一个小队 一起战斗过的兄弟 她跟她好了 而且她没告诉我 她就是莫名其妙 跟我分手了 我当时把所有的 好话都说尽了 我把所有浪漫的事情 我也就都做到了 但是她毅然决然的 跟我分手 然后有一天 我坐在大巴车上 看到有一对牵着手的 年轻人过马路 就是她和我那个朋友 我在这之前 我就是完全放不下 我各方面 我还在求她原谅 或什么 她也给我表示了 那种意思 你知道吧 就是也没有特别明确的告诉你 就说未来再看吧 或什么 就是就这种人 但在我看到他们两个牵手过马路 那一刻 那时候我还戴着个耳机 我这个窗户边 我印象特别深刻 那是我最后一次 为这个事情落泪 然后我马上找了一个 就是回家 还是什么 我具体忘了 反正就是对着那个镜子 我给了自己两个大嘴巴子 因为我觉得我太傻了 我为这样的一个人 我居然还 我妈什么的 安慰我 或各方面 我还 你知道吧 就是怼我妈 然后还跟她嚷嚷 还什么东西 我为她 我妈这个 我都没有流眼泪 我为一个女孩 在这弄成这样 我说如果你是一个男人 如果你在这儿 你为了她 能够这么难过 你未来的成就 你未来的东西 仅此而已 你就是个loser 你就是个失败者 定性了 句号了 你父母养你 真的白搭了 狠狠的两个大嘴巴子 从那以后 我见她 没有任何的感情的波动 因为我觉得 她不配 我不知道这同意方法 对你管不管用 但是我就是这么 我印象当中 如果你问我 比较难过的一段感情 我就这么走出来 而且我第二天 就完全走出来了 我到现在 我想到她的时候 我只能够说感谢她 让我成长 我在后来 在谈感情 在面对的时候 我没有被任何女孩抛弃过 或者当成备胎过什么 因为我在对待感情的时候 方式方法有一点不一样 我只能够说 我看她的时候 我却不 gör